我见证了龙族的强大 以叹息人类的渺小 我们失去了甘多夫 原来他从绑架我的那一刻起 就准备好了牺牲自己 以护送我完成预言 那一刻我明白了 即便挣脱命运的枷锁 也无法摆脱命运带来了羁绊 于是我决定 变强 强大到不再受人摆布 强大到不再无能为力 站住 摘下帽子 你们 你们 军官大人 我们的通行证过期了 不过 老皇帝的签名 应该不会过期吧 魔法师阁下 我失礼了 那张通行证上写的可不是你的名字 它看不见吗 对权力的沉浮使人盲目 这也是人性 你可小姐 人类闭着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 你露线了 怕什么 他睁着眼睛一样看不见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你们身份太过特殊 跟我回罗林平原吗 我已经按照预言 尽了保护你的责任 老家伙 也是 剩余的光业 我势必揭开阿拉宫的真正死业 那你就更应该跟着我 这个阿拉宫的继承者 少爷不用太牵挂老家 伯爵大人亲自写信 让少爷去帝都参加夏季祭奠节 多大的荣耀啊 现在帝都都在流传 说您是甘多夫大师的亲传弟子 大人一定是改变主意了 好事多想 罗林平原的产业 被一个白痴儿子打理的警情人 几年时间利润翻了三倍 现在又让他交出来 去帝都收拾更大的烂摊子 我的父亲大人 果然世事都想着我呀 突然好混哦 甘多夫的亲传弟子 我担心老师 你管还是 还是 不是 对不起 甘多夫 是为了救我 主委 不用道歉 老薛他这么做 一定要他的当力 我 我要回去了 这个空间精神 送给你 你魔法还不熟悦 好好 保护自己 我会的 我也会代替他 好好照顾你 如果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那就坦然接受他 欢迎欢迎 阁下是吃饭还是住店呢 我记得 这里原来是巨木旅馆 从现在换人了 原来的老板 嫌弃这里生意不好 于是把店卖给我了 听你口音 不像是本地人 这位先生 我也是巨木镇的人 之前一直在北方做生意 你这小旅馆的侍者 好像都当过兵吧 我之前在军队里待过 在围捕魔兽的时候受了伤 身体残了 也清退出了军队 这些弟兄的遭遇 和我一样 没事了 别动怒 上个月 我们一起盘下这家旅馆 以后伤员兄弟们 有个落脚的地方 能混烤饭吃 给我一间最好的房间 多的 就当慰劳这些军人 多谢赏赐 克拉克法师 终于找到你了 庆阴法阵 这老法师的法力 好像没什么长进 甘多福大师 亲自带您到冰封森林 历练 又收您做青传弟子 魔法公会主席 雅各道根先生 特意命我将这枚 魔法学士徽章 转交给您 看来帝都真有传言 甘多福青传弟子 就让这个误会 变成事实吧 恭喜杜维 罗里先生 您现在是魔法公会 认可的魔法学士 整个罗兰大陆 拥有此身份的人 不超过十五个 天下没有免费的物产 魔法公会这么着急 向我示好 必然是有图谋 堂堂大陆第一魔法师 怎么会在冰封森林 被几只魔兽围攻而死 想到我话 没门 只能说造花弄人吧 关于我师父的死因 以后请不要再提起 每次想到那个画面 这里好痛啊 毕竟 对你这样的老人家说谎 良心还是有点小痛 小家伙很厉害嘛 罢了 就要给主席自己 问清楚真相吧 等您到了帝都 主席先生将亲自 对您进行考核 时候不早了 您早些休息 你是什么人 警察结束了吗 不甘心 烧呀 有刺客 我保护你 快走 这里边 三军破毒 不能出去 对方一定早有准备 少爷 我跟他们拼了 你全能把我留走 凝蠢 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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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拉克修炼的竟然是黑暗性魔法 早上 召唤出了一个死灵武士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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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司令生物 个动气 啊 可爱 跑得了吗 不用追了 这不是店老板吗 这些刺客为了麻痹我竟然故意自残 这些人太狠了 是谁想要我的名布下这么大的一个局 这行事风格不像是神殿所为 我还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 魔法公会急于拉拢我 紧接着就有人来暗杀 这其中的关联值得不安慰 杜魏少爷 整个旅店都搜索过了 以确定安全 我们在地窍里发现了几具尸体 正是旅店原本的老板和侍者 刺客使用的武器看上去很精良 应该造价不菲 没发现什么线索吗 这些武器即使在那些大傭兵团里 都很难弄到一把 只有 只有什么 你说吧 只有正规军团 才会大批量使用这种高精良武器 甚至只有主力部队才会统一配方 你是说这是军用武器 你确定 少爷 刺客留下的弓弩上有钢印 正是军写标志 军方 如果这件事跟军方有关 不如找伯爵大人帮忙查找 不必了 不过是几个土匪开了家黑店而已 何必麻烦军方 克拉克法师 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都为少爷想得周到 一件小事 确实不必张扬 罗林家的这位少爷 刚经历生死 就能这么快冷静下来 出事手段老了 这样的心机 令人害怕呀 コメモ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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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2014 2014 2014 2016